郑龙在斯科拉里治下没有得到太多的信任,在卡帅上任之后,郑龙得到了卡帅的信赖并加以重用,本以为郑龙会从此焕发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,可是一场比赛却将他再次打入冷宫。 4月22日,恒大客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中,恒大最后时刻连丢两球,将到手的三分变成了两分,虽说平局防守有不可推脱的责任,但是更多的球迷选择了把责任推给在第85分钟时,本可以再入一球锁定胜局的郑龙,如果那个球郑龙在横传给面对空门的于汉超,想必恒大也就没有后面那两个丢球, 就算有,也是3比2,从此之后,郑龙就被打入了冷宫,一关就是两三个月,重新再出宫的郑龙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恒大了,他显得很陌生。 除了郑龙之外,还有一个球员现在在恒大也无球可踢,他比郑龙加入恒大的时间更早,在恒大一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之一,这个球员就是黄伯文。 黄伯文是2012年7月加盟的广州恒大,到现在已经6年多的时间了,也为恒大的几个中超冠军,和两个亚冠冠军立下了不少的汉马功劳。 黄伯文的任意球在中超也算是一决,在比赛中也经常打进一些不可思议的进球,不管是在李皮手下,还是斯科拉里之下,都是少不了的首发主力球员。 恒大最近的一波四连胜,让球迷们欣喜若狂,可能都忘记了球场上少了哪些功勋球员,而黄伯文就是其中一个,球,场上看不到他,倒是经常看见黄奎文在旅游圣地,在健身馆发的照片,今年的黄伯文和郑龙一样,状态也是越来越差,可能也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吧,不是每一个中国球员都是政治的, 如今黄伯文的体力只够他踢上半场的球,也就意味着黄伯文就得占据一个欢人的名额,而且在比赛中黄伯文作用也不大,还经常出现失误,中场没有拦截,也无法给队友做出好球,感觉他的作用有时候还不如正龙,状态也比正龙要差,连正龙都被关了小飞屋,黄伯文无球可踢也就很正常了,你们说呢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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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